东周系列连环化 崇尔复国 且不提惠公不守信义 宠任亲信 杀害了李克 批正父等大臣 只说崇尔 原来 县公的几个儿子中 要述崇尔最贤 年轻时就与一般贤士交好 后来 县公宠爱黎基 要立黎基的儿子西齐为世子 命长子申生去守驱卧 以武守驱城 崇尔守扑城 崇尔出手的那天 满朝贤士都来送行 过了十年 黎基用毒计逼死申生 并派了太监伯迪带兵到扑城来勤拿崇尔 国舅糊涂的两个儿子胡毛 胡燕连夜从匠城赶来报告消息 崇尔听了大惊 决定逃亡到国外去 崇尔正和胡毛 胡燕商量投奔哪一国好 伯迪已领兵进城 杀进府门来了 胡氏兄弟见情势危急 慌忙拥着重耳向后援便逃 胡毛 胡燕用力把土墙推倒 正扶着崇尔跳墙的时候 伯迪已经赶到了 伯迪抓住了崇尔 举剑砍来 崇尔用力一挣 只被割了一片衣袖 确幸没有伤着身体 崇尔跳出土墙 与胡毛 胡燕窜入小路 往城外飞奔 三人逃出蒲城 投奔宅国 敌军久目众耳的贤明 而且崇尔的母亲姑氏就是宅国人 因此就把她迎接进城 过了一天 承下来了一伙人 众耳仪式追兵 盲上城观看 却是晋大夫赵衰 虚臣 魏抽 癫邪 戒子推 仙枕等人 他们都是晋国有声望的文臣武将 器官离乡 抛弃别子 投奔崇尔来的 崇尔在翟国住了五年 现功病故 太夫不寻惜拥立西齐四位 晋大夫里克不服新主 刺杀西齐 约百官签名巨表 派途暗仪奉表来迎崇尔回国即位 崇尔接到赢表 看了两遍 找不到糊涂的名字 暗想 这是一个回国的机会 但是国内局势混乱 要防意外的变故 胡言也认为在变乱的时候回去不好 劝崇尔不要走 于是 崇尔谢绝了图安仪的迎请 图安仪只好回到匠城复命 晋尘不得已 改迎公子一无回国 立为会公 崇尔听到消息 于是仍在翟国居住下来 这天 崇尔和翟军出城打猎 忽然有人匆匆赶来 他找着胡言 呈上一封书信 转身就走了 胡言拆信一看 原来是他父亲写来的 说惠公已派了伯迪来行刺崇尔 胡言大惊 立刻去告知崇尔 崇尔慌忙回城 正在商议 糊涂又派人赶到 说伯迪已经动身 日内便道 要他们赶快同公子一起逃到别国去 崇尔逃亡在翟国已有十二年 原有点舍不得走 这时候什么也顾不得了 和胡氏兄弟急急忙忙出城 那管车马的胡书赶了一辆牛车 从后面赶来 让崇尔乘坐 三个人跑了一程 照摔 戒子推等人 陆陆续续地赶来 都是步行相随 崇尔一点人数 少了管财务的头须 原来他已经拿着所有金箔逃走了 现在他们既是无家可归 在家妖里分文无有 真把头须恨透了 恨也没有用 急也没有用 还是赶路要紧 一行人半鸡半饱地到了卫国 满旺的歇接济 哪知为文工不肯接待 吩咐官吏不许开城 崇尔只得绕城而行 他们早上就没吃过东西 越走越饿 中午时光 走到五路地方 却见几个农夫在田耿上吃饭 崇尔叫胡衍去药点来 农夫们见他们都穿得衣冠楚楚 却来要饭吃 不禁哄笑起来 说 堂堂男子 想不劳而食吗 我们种田的 要饱食以后才有力 哪里有食物工人 胡衍满面羞残 只得空手而回 又走了十余里 肚子饿得咕咕叫 实在走不动了 大伙就在路旁一棵大柳树前坐下来 采些草根野菜煮了来吃 种耳尝了尝 皱着眉头 吃不下去 胡衍安慰说 赵衰在后面 他那儿还有点吃的 你等一等吧 未抽冷笑说 他这一点东西 自己还不够吃力 留给我们才怪那 正在这时 戒子推端来一碗肉汤 虫儿一口气吃光了 觉得味道不错 他哪里知道 这却是戒子推 从自己大腿上割下来的 不一会 赵衰也到了 把身边带着的一桶稀饭 送给虫儿 虫儿说 你难道不饿吗 赵衰回答道 我虽然饿 怎能被这主公和大伙独吃呢 胃抽低着头 红着脸 虫儿吃了几口 把舟筒还给赵衰 赵衰接了过来 掺了些水 分给大伙伴 分给大伙一同吃 一路上只能靠要饭吃 有一顿没一顿的 好不容易赶到了齐国 当时 齐桓公是中原霸主 速来敬贤好客 听说虫儿逃难前来 立刻派人把他们迎到公馆 设宴款贷 桓公知道 崇尔没带家卷 又挑选了本家 一位美貌女子齐江 嫁给崇尔 还送给他20辆车子 84马 随行众人 都有车马可坐 崇尔在齐国的生活很安乐 一住就住了七年 这时候 桓公去世 孝公吉了位 一连和好几个国家 弄坏了关系 赵衰等主张另投他国 可是崇尔舍不得齐江 赵衰等找了他七八次 都给守门的回绝了 赵衰等暗暗商量 这么办吧 我们先把行李打好 然后请公子出外打猎 到了城外 齐心逼他上路 不怕他不走 不料 他们的密意 被齐江的一个小丫头听到了 那小丫头急忙回去 把听到的151时告诉了齐江 齐江怕走漏了消息 会遇到什么阻拦 因此把这丫头关了起来 第二天 赵衰 胡言等人到崇尔的公馆去 请公子出城打猎 崇尔这时还没起来 叫人出来传话说 这几天身子不舒服 不能外出 众人都很失望 齐江听说 忙派人请胡言一个人进去 他遣开了左右侍从 便问是否要劫走公子 胡言听到积谋泄漏 吃了一惊 可是齐江表示 愿意尽力协助公子成行 胡言听了连忙败谢 当晚 齐江把崇尔灌得鸣鼎大醉 再派人去通知胡言 胡言急忙带了未抽 滇血赶来 他们用被褥把崇尔裹住 抬出宫来 安顿在预先准备好的小车上 连夜赶路 齐江想到公子这一去 不知哪天才能相见 忍不住眼泪像珍珠似的掉下来 走了五六十里 天色渐渐亮了 崇尔在车上翻身 觉得口渴 迷迷糊糊地换人拿茶 胡言在旁道 要茶 得等到天亮丽 崇尔睁眼一看 见是胡言 才知道上了当 众儿满肚子火 抢过未抽手中的长歌 向着胡言刺去 胡言急忙下车走壁 崇尔怒气不息 也跟着跳下车来追赶 赵衰 虚沉等件事情闹僵了 都一起下车来劝解 对崇尔说 现在进军无道 百姓都愿拥戴公子 今天是我们大家的主意 请你别怪他一个人 众儿想了一会 气色才转过来 于是大家又继续赶路 不久 崇尔一行人来到曹国 曹共公恐他们久留 多花钱 不愿接待 大夫西傅姬见到 晋公子很有贤明 手下又多豪杰之事 不可轻视 贡公想了一会道 听说他生有意象 可是真的 西傅姬道 听说是重铜便携 眼中有两个铜人 腋下肋骨并在一起 与常人不同 贡公心里非常好奇 打算看个明白 便派人把崇尔迎入公馆 贡公探听到 崇尔已在沐浴 便带几个随从突然闯进来 他们走到崇尔跟前 指点着他的页下观看 然后又叽叽喳喳地 议论了一番 嘻嘻哈哈地离去 崇尔和手下的人 都非常气愤 却说西傅姬听说 贡公得罪了崇尔 非常不安 当晚他预备了几个菜 又在盘中放了白币一双 他到公馆求见崇尔 崇尔正在动怒 他先替曹军赔了不是 然后奉上食品 说这是自个儿的一点敬意 崇尔看见白币 却无论如何不肯要 众尔诉了一晚 第二天便动身到宋国去 西傅姬又来宋行 离城时李才回 崇尔到了宋国 那时宋湘公正在养伤 听崇尔道来 非常高兴 盲派大夫公孙顾去迎接 原来宋国新晋被楚国打败 正想求人替他报仇 想到晋士大国 崇尔又有贤名 可以趁此机会和晋国军臣结交 公孙顾向胡言打听了当初 其还公招待他们的情况 秉知湘公 湘公也像其还公那样 待崇尔以国军之礼 并送他们20套车马 崇尔军臣十分感激 住了数日 胡言探明宋国新拜 无力帮助 就商定网头楚国 崇尔便来向湘公辞行 湘公挽留不住 赠了许多粮食 衣服 盘缠 并派公孙顾送行 崇尔他们离了宋国 一路到了郑国 郑文公认为 崇尔逃亡在外很多年 一定是个没出息的 因此通知守门官 不让他们进城 崇尔没法 只得忍气吞声地绕城而过 不久 到了楚国 楚城王也用国君之礼 来招待他 从此 崇尔就在楚国安居下来 两人相处得很好 一天 楚王和崇尔开玩笑说 公子将来回到晋国 怎么报答我啊 崇尔答道要是托你的福 我能够回去 愿同贵国永保和睦 万一交兵 我当退币三社 退九十里 以报大恩 楚江城得臣听了 非常生气 私下对楚王道 大王带崇尔这样好 他却出言不逊 这般狂妄无礼 将来回国 必然复义 不如趁早杀了他 以免后患 楚王不但不听 反而更加后代崇尔 住了数月 秦国派人来见崇尔 原来秦穆公帮助 宜吴复国 哪知他忘恩负义 和秦国闹翻了 宜吴的儿子子宇 留在秦国做抵押 最近也私自逃回去 穆公很生气 因此来找崇尔 打算等机会帮助他回国 崇尔大喜决定即日动身 临行 楚城王赠了他许多金箔车马 亲自送到郊外 崇尔和秦史同行 一路来到秦国 秦穆公听说崇尔已在郊外 喜笑颜开地亲自出城迎接 秦夫人穆基也很敬爱崇尔 要把女儿怀迎嫁给他 那怀迎本是子宇的妻子 崇尔为了结好木工 指得应允 木工看重崇尔的品德 又添上了殷亲 情意欲赌 送他回进的主意更坚定了 赵衰 胡言等和秦大夫签书 百里希 公孙芝也很要好 商量复国大事 当时一来为了崇尔新婚 二来进来进国无事 因此一时未能举动 一天 胡氏兄弟突然来见崇尔 哭倒在地 原来进会公并故 子宇即位 叫做怀公 怀公怕崇尔回来征位 便下了一道命令 凡事跟随崇尔的 限三个月内回来 因为老国就糊涂不从 被处了死刑 崇尔安慰了胡氏兄弟一番 便把情形告诉秦木工 木工知道崇尔急要回国 便答应定期出兵问罪 秦木工定在12月间发兵 护送崇尔回国 行前 设宴鉴别 赠送崇尔白臂十双 马四百匹 为习弃用 百物俱全 又送赵衰等美人白臂一双 马四匹 崇尔君臣都在拜道谢 启程那天 木工亲自统帅白里希 大将公子直 公孙芝等人 送崇尔出了雍州城 望东进发 到了黄河岸口 木工分一半兵马 护送崇尔过河 自个儿留下一半在河西接应 他叮嘱崇尔 公子回到晋国 可别忘了寡人夫妇啊 说着 留下泪来 崇尔也是依依不舍 崇尔上了船 看见胡叔把吃剩的冷饭 咸菜和穿过的旧衣 破鞋都收拾起来 不禁喃喃大笑道 我就要回去做国君了 还要这些破破烂烂的干什么 喝酒把那些东西扔掉 胡眼见了 暗中叹道 公子还没富贵 却先忘掉贫贱的困苦 将来还会把我们这些人 放在心中吗 因此他就把秦穆公所送的白币 一双献给崇尔 要求留在秦国 做个外臣 崇尔大惊 问他道理 胡眼道 从前患难中 我多少还有点用 现在你回国为君 我好比那些就医破鞋 留着有什么用处 崇尔一听 含着眼泪向他认错 立刻叫胡叔将气掉的东西 一一取回 并把白币置入河中作证 大军过了黄河 向东进攻 接连打下几座城池 近怀公得报 非常震惊 立刻命吕省为大将 系瑞为父 屯兵如柳城 准备抵抗 崇尔和公子直商两 决定用秦穆公的名义 写信招响吕 系两人 过了数日 得到吕 系回信 说是只要保证不为难他们 愿意归降 公子直辩单人 赌马来到卢柳 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相约共服众尔为君 吕 系迎接崇尔进城 叩头谢罪 并将兵权交出 崇尔指挥大军 直抵将城 怀公听说旅 戏兵变 已经出逃 鸾芝等一般旧臣迎接 崇尔进城即位 称为文公 崇尔43岁出奔 在外逃亡19年 那时已经是62岁了 文公做了国君 也怕怀公来征位 派人把他刺杀了 文公厚赏秦军 公子只等班师回国去了 再说旅省和系瑞元 是一无父子的心腹 现在见仲尔杀了怀公 心里非常害怕 两人商量了一下 打算绿兵造反 刺死崇尔 另立公子雍为君 他们还想找个帮手 便联络伯迪 煞穴为盟 约定在二月底举世 伯迪当面虽然应成 却想起当初两次行刺 都未成功 现在怀公已死 晋国刚安定 怎能又干这样的事呢 不如出手告密 倒是个立公赎罪的机会 主义打定 便连夜去拜见胡衍 胡衍听他这么说 便带他前去见文公 先把他留在宫外 自己去觐见 文公想起伯迪两次行刺 顿时大怒 不愿相见 胡衍力劝文公不要记仇 好好利用他 文公这才答应召见 伯迪见了文公 就把吕 戏两人的肩谋和盘托出 文公大惊 他知道吕 戏的党语众多 只有往秦国请兵 方可平息这场乱世 便把伯迪留作内应 当晚和胡衍悄悄地离开了将城 不多几天 到了秦国 秦目公听了情况 一面安慰文公 一面派公孙之率领大军 屯兵和西 打探将城消息 到了约定启示的那天夜里 吕省和系瑞召集党羽 各带兵器火种 分头埋伏下来 三更十分 就在宫前宫后放起火来 一会儿烟火满天 宫里的人都从梦中惊醒 慌慌张张地奔逃 叫喊 都以为是一时失火 哪料火光之中 听见一片声大呼 不要走了崇尔 屡省障见直入寝宫来寻文公 并无影宗 系瑞也从后门杀进 也未找到文公 两人合在一起 又搜寻了一遍 仍没找着 呼听外面喊声四起 薄迪慌张地来报 说是胡毛 赵衰 未抽带兵救火来了 吕 系不曾杀得崇尔 心中早已着慌 又听各家兵道 只得带领党徒乘乱杀出朝门去了 吕 系逃出了将城 屯兵郊外 打听得崇尔没死 城里已经戒严 更是惶恐 伯迪趁机道 进得费力 都是秦国的意思 你们也认识穆公 还跟公子直立过盟约 不如到秦国去吧 吕省和系瑞一时想不出别的出路 只能答应 听说秦军还在黄河西岸 便与伯迪一同渡河求见 公孙芝一面优理迎接 一面派人去报知秦穆公 第二天 公孙芝先带伯迪去见秦穆公 伯迪系说了情形 穆公便派批报把吕 系迎到王城来见 吕 系拜见了穆公 扯了个谎 说进宫失火 文公已被烧死 为此来迎公子雍回国即位 穆公满口答应 笑道 公子雍已在这里了 他说着朝屏风后叫道 请新军出来吧 只见屏风后不慌不忙 递不出一个人来 吕省和系瑞一看 原来是文公 顿时吓得魂不附体 连连叩头 口称该死 文公大骂 逆贼 我哪里对不起你们 若非伯迪出手 我早被你们烧成灰了 吕 系听了 哑口无言 文公喝叫武士拿下 救命伯迪奸斩 并派人去招服他们的党与兵重 文公杀了吕省和系瑞 向秦穆公拜谢 并用夫人礼 亲迎怀迎回进 穆公大喜 亲送怀迎到黄河边上 文公同怀迎拜别穆公 渡过河 赵衰等百官都来迎接 把他们拥回城去了 文公回到匠城 就下一道大涉令 不再追究吕 细于党的罪行 可是他们看了涉文 谁也不敢相信 意识外面的谣言很多 人心惶惶 赵衰把情形报告文公 文公很是忧虑 一天 忽有内侍来报 说头须前来求见 文公听说是头须 就想起当年那个拿了行李 盘费潜逃的人 不禁生气道 他害得我们吃尽了苦头 今天还有脸来见我 内侍照着回话 头须仍不肯走 他说 主公能够宽纳薄低 才没有被捋 细杀害 怎么就不能容忍 要献安定国家计策的头须呢 我来自然有道理啊 内侍再去传话 文公自语道 是我量小啊 立刻叫头须进宫相见 头须先向文公赔了罪 然后说道 主公出游时 用我做车夫 让大家都知道 主公是不计前仇的人 那么吕 戏党羽也就会放心了 文公觉得有理 果然用他做车夫 特地在四城走了两趟 吕 戏的党羽见了 觉得像头须这样的人 现在仍旧录用 知道文公却有容人之量 不久谣言果然平息 靖国完全安定下来 从此文公历经图治 在内政方面 任用贤能 减轻赋税 救济贫病 对外 争取和各国通商 拥戴周天子 晋国就此走上复兴之路 不久 周湘王因弟弟太叔作乱 被迫逃到郑国去 他知道晋文公和秦穆公都是有作为的人 就派了简师傅到晋国去求救 文公就和胡衍商议 胡衍竭力主张出兵 文公认为胡衍说得有理 便决定出兵 他亲率大军 杀死了作乱的太叔 又派赵衰把湘王护送到王城去 文公赶到王城 向湘王奏捷 湘王涉酒招待他 又拿出金银不薄为劳晋军 并赏给晋国四个城池 文公从王宫出来 当他在街上经过的时候 老百姓扶老邪幼的 都争着来观看晋侯的风采 他们齐声赞叹道 又一个齐桓公出世了 文公四年的冬天 宋国的司马公孙顾来向晋侯求救 原来楚国纠和了臣 蔡 郑 许四国 出兵入侵 包围了宋国的民意 文公召集群臣记忆 先诊认为当今楚国强盛 借救微服弱之名原宋 这也是争取霸业的好机会 文公却因为从前在楚寿的优待 不好意思翻脸 胡眼便献了一记 攻打副楚的曹和蔚 使楚不能放手恭送 文公响起从前在曹 为受辱的事决定出兵 他拜系谷为中军之帅 系秦为父 齐满职长大将旗鼓 又任胡毛和胡言指挥上军 鸾芝和仙枕带领下军 赵衰坐大司马 然后亲领大军出发 大军打败了魏国 成圣向曹国杀来 曹贡公的报 盲召群臣商议 西富基说 从前晋侯受了我们气 这次兴兵报仇 来势凶猛 我们不如赔罪求和 免得百姓受苦 哪知贡公不但不听 反而听信谗言 说他私通文公 隔了他的职 赶出朝门 大夫于朗献了一条诈祥计 一面在城中埋伏精兵 一面派人送信道进营 愿意投降县城 贡公大喜 便命召计行事 文公接到于朗的将书 便要进城 这时戏谷已病逝 由先枕继任 先枕盲族指道 曹军还没有 和我们交手一次 就来请祥 其中恐怕有花招 我们得小心点 先是他一事 先枕在营中选出一个 和文公面貌相似的军事 穿起文公的衣帽 带文公进城受降 博迪自告奋勇 愿意替文公做车夫 引着五百余人 向曹城来 不料进兵刚进城中 忽听的帮声乱响 那箭如飞黄般射来 薄迪 贾文公和五百余人 都被射死 文公得报大怒 立刻传令猛攻曹城 曹贡公因进军攻势猛烈 又听了于朗之计 把射死的进兵 用竹竿挑在城上 想以此动摇进军的士气 文公欲怒 扬言要挖掘城外曹人的坟墓 以报曝师之仇 曹人果然害怕 文公又派人传告 限三天内把进兵尸身被关胜炼 送还进营 过期便要绝坟 曹贡公无法 只得答应 过了三天 先诊在四门外布置了扶兵 一面派人在城下高教 还我师官 贡公请进军退兵五里 以便开城送出 进军后退五里 曹人开了城门 把关车从四门推出 才出的三分之一 呼听的炮声大震 四路扶兵一起杀出 城门被关车挤住 急切不能关闭 进兵乘乱攻入 曹贡公还在城上弹压 卫抽看得清楚 从车中一跃登城 一把逮住了他 于朗正想逃跑 被癫鞋赶上一刀砍死 卫抽绑了曹贡公 到文公面前请公 文公问起西腹肌 知道已被革职 住在北门 文公身为叹息 指着曹贡公骂道 你国里只有这样一个贤臣 你却不能任用 道信赖一些小人 哪有不败的道理 贺令把贡公拘禁起来 等盛楚之后再听处分 文公想起西腹肌的恩情 下令保护北门一带 不许惊动 如有碰了西家一草一木的 就斩首 他分条诸将 一半守城 一半回守大寨 却说卫抽和颠邪速来施工 看见文公下这样命令 很不服气 卫抽说 那姓西的只送了点酒饭 能值几钱 颠邪也附和着 是啊 要是他受了重用 我们还得受他的气 不如放一把火烧死他 两人发了一通牢骚 又喝了一阵酒 等到半夜 领了君族 围住西腹肌的住宅 在前后门放起火来 偏巧这晚风又大 一煞时 火焰冲天 西腹肌急忙率领家人救火 不料被烟熏倒 就起时已经不省人事 西腹肌的妻子 吕氏抱着五岁的孩子 西路逃奔后园 幸亏立在池塘边 才没有被烧死 却说胡言 虚臣看到北门火起 以为是兵便 慌忙引兵赶来 一问 才知道西家失火 立刻指挥军事救火 乱到天亮 火才救西 胡言 虚臣听说是未抽 滇邪放的火 大吃一惊 他们不敢隐瞒 芒非报大寨 文公接到报告 立刻驾车进城 先到北门来探望西腹肌 西腹肌听说文公来了 才使近地睁开眼睛 只看了一眼 就断了气 文公非常难过 文公抱过西路 抚摸了一会 就在怀中拜为大夫 一面派人后葬西腹肌 并把母子俩送到晋国去 文公追究为命放火的罪责 要将未抽和滇邪处死 赵衰说 他们两个跟着主公 奔波了十九年 新晋又立了大功 还是从宽吧 文公怒道 有功的都许犯法 那法令还有什么用 今后何以立信 赵衰再三说情 文公才打消了原来的主意 将主犯滇邪斩首 从犯未抽阁去官职 经此以后 三军敬畏 对待国法军纪 不敢有丝毫含糊 且说楚成王得到进军功破槽 魏的报告 觉得进军强大 不义取胜 便决定班师 一面派人去通知元帅 承德辰撤军 避免和进军发生冲突 承德辰一向自是勇猛 骄傲自大 他接了命令 哪里肯收兵 怒道 储君精壮 怕什么进军 待我击败进人 然后班师 承德辰撤去宋为 约会臣 蔡 郑 许四国 率领大军 进兵曹都逃丘 直逼进军大寨 两军对阵 剑拔弩张 进文公召集诸江问计 胡言道 从前主公在楚 曾有退避三社的诺言 不要忘了 于是文公传令 三军后退九十里 一直到魏晋城仆地方才安营 这一仗与晋国命运攸关 三军将士各个奋勇 但杀的储君仍养马翻 落花流水 德辰收拾残兵 好不容易才冲出重围 行道空丧地方 呼听得连珠炮响 只见魏秋率领一军 挡住去路 德辰左冲右突 不能脱身 常探到今天死在这里了 忽见一人飞马而来 高声大叫为将军霸战 奉主公将令 放楚将生回 报答从前楚王招待的恩义 魏秋方才助手 放走了成的臣 成的臣纵马迟出重围 到了连谷地方 简点残兵 胜不到十之一二 不禁大痛道 原要给楚国扬威 想不到尽忠了近人诡计 打了这样的败仗 有何面目回见大王 便拔剑自杀了 禁军打败了楚军 掳获大量粮草 全都送给宋国 以报当年后代之恩 休息数日 下令班师 禁军继续北上 呼见一队车马从东而来 原来周湘王听说 文公打败了强大的楚国 因此派了大臣王子虎先来通知 打算亲自前来慰劳 犒赏三军 文公问群臣如何接待周王 赵衰道 离这里不远 有个小城名叫建土 赶快派遣工匠 到那边建造王宫 然后大会诸侯 一同朝见周天子 这正是一个会蒙称霸的机会 文公大喜 便与王子虎约定 在五月初一迎接周王 一面命虎毛 虎掩到建土督造王宫 一面分派使者到各国下书去 各国诸侯接到文公邀请 纷纷来会 宋 齐 正 鲁 臣 蔡 朱 菊等国 都在五月前赶到建土 五月初一日 湘王到了建土 文公率领诸侯进宫朝拜 湘王大喜道 其还宫死后 楚国强横 侵犯中原 此次晋侯痛诚楚国 真是功在天下了 周湘王设九款贷 并封文公为方伯 为诸侯中的盟主 赏赐了贯福 公使等物 文公训泄再三 然后接受 文公带着各诸侯登上盟坛 由王子虎册封文公为盟主 宣读誓词 要他们齐心合力 共服王室 然后煞血结盟 盟散以后 各个回国 文公回去的时候 前呼后拥 好不威风 街道两旁 挤得水泻不通 到处受到百姓的欢迎 城仆一仗 打垮了楚国的实力 文公回到将城 封赏立功文武 纳用贤良 从此晋国兵多将广 成为诸侯中最强盛的了 展示锁中最强盛的事